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她和丈夫相爱五年 激情依旧 甜美依旧 或许这也跟她经常出差有关 萧凯总是开玩笑地说 久别胜新婚 这种腻腻歪歪的感觉持续到半年前 突然有一天 卢慧发现萧凯好像不再兴高采烈 甚至兴未索然 那次卢慧刚忙完一个大项目 想着和丈夫一个多月都没有接触了 所以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勾引她 若在往常 她早就浴火焚身 不战不休 可折腾了半天 她居然是雄风不震 最后灰头土脸地从床上下来 躲进了卫生间里 该不会你背着我有心欢了吧 精力都耗在别的女人身上了 卢慧已在卫生间的门边 半开玩笑地打趣道 瞎说 笑开解释 因为工作太忙 压力太大 导致生理功能暂时退化 其实卢慧并不是很在意 都老夫老妻的了 那方面早就不如新婚燕耳般的强烈 她反而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心灵气和 精神愉悦才是真正的幸福 再说 情感的巅峰状态 不可能永恒维持 婚姻更主要的 还是相濡以沫 不过顾及到丈夫的压力和需求 她觉得夫妻间的小情趣 还是要保留的 这样的小日子会越来越滋润 从那以后每次出差归来 卢慧都会尽力地营造 温情浪漫的气氛 希望能够冲淡分离的寄疗 一天早上 她从外省匆匆地赶回别离了半个月的家乡 事先没有通知萧凯 她想偷偷地出现 给她一个意外惊喜 这样的游戏以前也玩过两三回 每次都能勾起她强烈的回应 她打算先洗个澡 换上新买的性感睡衣 再给房间喷一点激情的香粪 然后静静等待中午下班归来的丈夫 哪知她连家门都进不了 因为门被人从里面反锁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她脑中闪过 卢慧开始疯狂地拍门 没有回应 再拍还是没有回应 不断地使劲拍 几分钟后门终于打开了 她看到萧凯极其不自然的脸 以及藏不住的惊慌眼神 你怎么回来了 我刚才睡过头了 为什么反锁门 都快中午了你不上班 还在睡觉 门口一双陌生的女靴 刺痛了她的眼睛 她本能地奔向紧闭的卧室 萧凯突然拦住她 惊恐万壮的哀求 别进去 她是谁 卢慧顿时觉得空气稀薄 呼吸困难 对不起 她声音颤抖 沉默许久吐出了两个字 是小田 卢慧大吃一惊 居然是她 那个看上去清诚可爱 口口声声叫自己姐姐的女孩 她愤怒 惊慨 最终还是踹开了卧室的门 小田一关不整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她的面前 姐姐 对不起 我们错了 你想让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你们去死 卢慧脱口而出 小田慢慢起身走向了阳台 就在她打算爬上窗台时 萧凯突然冲过去紧紧地抱住她 刹那间 卢慧所有的勇气开始流失 心中涌出了一股莫名的恐惧和失落感 要是萧凯不去抱小田 也许她会感到一丝安慰 当然她也不会真的让小田跳楼 事实上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小田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原以为她们的苟合 或许是因为萧凯寂寞得太久 或许是受不了小田的勾引 如果只是宣泄欲望 不涉及爱情 她们的婚姻可能还有生还的机会 可她的那一抱 让卢慧彻底绝望了 她克制不住地颤抖 提起刚刚放下的行李箱 走出了家门 萧凯想阻拦 被她狠狠地瞪了一眼 便退了回去 拖着疲软的身体 卢慧一步步地走下楼 走出了小区 直到再也走不动了 一屁股坐在了街头上 先前伪装的肩墙全散了 她就像一棵枯树 瞬间哗然倒下 小田是卢慧的同事兼同乡 二十多岁 在公司做文蜜 她身是可怜 被亲生父母抛弃 和养父关系又不好 逢年过节 她总是孤身一人在单位吃泡面 卢慧同情她 经常叫她上家里吃饭 她倒是乖巧 每次都会买来一些礼品 嘴巴也很甜 姐姐姐夫的叫得像一家人 还经常抢着洗碗拖地 她喜欢小田这个妹妹 没想到萧凯比她更喜欢 小田又乖又甜 要是你没结婚 你会不会对她动心 卢慧曾经这样问过她 傻老婆 有了你 别人还能入我的眼吗 你是这么聪明 漂亮 能干 再说啊 兔子不吃我便草 我只当她是妹妹 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男人的那张嘴 卢慧终于对这句话 终于有了深刻的体会 拎着行李 她茫然地漫步街头 正午阳光灿烂 可她却感觉不到温暖 发现她们背叛自己的那一刻 好像有一把利刃 一刀刀地搁着她脆弱的灵魂 那种痛苦和绝望 让她万念俱会 老婆 我知道不管说什么 你都不会好受 说句心里话 我一直很爱你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 我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把对你的伤害降到最低 半个小时后 小凯发来信息 她秒删 她依旧不停地通过微信 跟她道歉解释 她烦了 索性关机 终于熬到了薄木的时分 天边升起了一轮明月 很圆 许多回忆像月光一样洒下来 刚结婚那时 他们时常到江边散步 她牵着她的手说 我想就这样和你走完一辈子 一辈子 原来这么短暂 明月依旧 红河依旧 物是人非 爱已不在 她不由泪流满面 夜深人静 有人在放河灯 为过世的亲人祈祷 望着渐渐消失在夜空中的光亮 芦荟突然醒悟 人的生命都不能永恒 又何必执着于爱情的永恒呢 擦干眼泪 她决定回家睡觉 萧凯看到她回来 有几分惊喜 小心翼翼地接过她手中的行李箱 又小心翼翼地递过拖鞋 饭桌上 竟然摆着她最喜欢的几道菜 杯子里盛着她爱喝的红酒 她轻声地说 老婆 你肯定饿了 先吃点东西吧 那种温暖的感觉 让她产生一丝错觉 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 家还是那个家 她还是那个她 日子还是那样的日子 恍惚过后 卢静平静地说 我只想睡觉 至少喝点汤垫下肚子 我帮你热一下 她的殷勤和小心 让卢慧心绪复杂 有恨 有怜 有悲 有恼 她没有理睬她 转身走进了次我 她不想面对 主卧肮脏的床 萧凯连忙捧来了新的被子 帮她破好床 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我累了 你走吧 她把自己埋进了被窝里 夜来人静 她极度疲惫的身体 却怎么也不肯 进入睡眠的状态 卢慧索性打开手机 用微信摇一摇 随便添加了一个陌生人 聊起天来 因为陌生 她毫无顾忌地 宣泄着自己的伤痛 对一个女人来说 这世上最可悲的 不是男人出轨 或者是背叛 而是 你爱她太深 舍不得放下这段 病入膏肓的婚姻 对方一语惊心 如醍醐灌顶 清晨 她迷糊睡去 手机微信提示声响起 打开一看是小田发来的 姐姐 对不起 小田说她很羡慕 卢慧跟萧凯的恩爱 她从小就没有尝过 幸福的滋味 对她来说 这诱惑太大了 她把自己带入了 卢慧的角色 把萧凯当成了恋人 我真的没有打算 破坏你们的婚姻 我就想体验一下 被人宠着的感觉 其实我不爱萧凯 换了其他的男人也可以 只是我跟你们 接触的多一些 像我这样 毫无道德感 不知廉耻的女人 没有资格 祈求你的原谅 可萧凯 是被我引诱的 别因为我放弃 你们的婚姻 卢慧觉得 无比的可笑 你惦记着 我碗里的饭菜 偷吃了几口 怎么 你也要 我像你一样 捡你剩下的吃 别把偷情 说得那么无辜 不过是狗男女 为自己的龌龊 找借口 在拉黑小田前 卢慧决然的道 你不是说 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吗 那么 彻底从我眼前消失 主动离开公司 别逼我将你的丑事 宣扬出去 你如果不是死皮赖脸的 要嫁给萧凯 就想想你未来的老公 能不能接受 你给别人当过小三 一周后 小田真的离职了 没有人知道 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在公司里 卢慧依旧忙忙碌碌 用工作掩盖内心的空虚 可回到家 他便是坐立难案 他实在是不愿意 看到萧凯那张忐忑的脸 不想面对他的小心翼 他所有的表现 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 那一场背叛和耻辱 卢慧终于明白 他已经无法接受萧凯 即便把自己逼上绝路 也不可能跟他共度余生 那天晚上 细雨敲打着窗帘 也敲打着他的心灵 卢慧对萧凯说 我过不下去了 我想离开 他沉默 事实上 他们俩都迈不过这道坎 他继续说 感情本身就是一块巨石 想迈过去不容易 但被绊倒 却是随时的事 他还是沉默 最后 他拿出了离婚协议 递给他 不如好去好散 萧凯突然就抱住了 卢慧嚎啕大哭了起来 老婆 你就不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我改还不行吗 我真的很爱你啊 其实不是我不给你生路 是爱情的纯洁性 不给我们生路 他淡淡地回答 最后 萧凯颤抖着手 在离婚的协议上签了字 那一刻他没有哭 他知道 如果自己不转身 他将会失血过多而亡 那是一种 更沉重的痛苦 即使迈不过那块情感的巨石 何不痛痛快快地绕开他 走去一条全新的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